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在開宗明義第一章的時候 我們就是說財務經理人第一個 重大的一個決策的一個 基本就是在投資決策的一個評估 也就是說一個財務經理人 他必須要去選擇一個好的一個投資案 那這個好的投資案呢 可以幫公司增加價值 也就是說經理人必須要以追求公司價值的最大化 為他的一個決策的一個前提 那他當然第一個步驟 就是在投資方案的選擇上面 那在投資方案選擇呢 理論上他必須要去選擇一個具有 讓這一家公司價值最大化的一個 一個投資案 我們等一下會跟各位解釋一下 因為他的這個決策的本身 其實有不同的一個情境 有些情境呢 他只要去判斷說這個投資案賺不賺錢 那有些情境呢 他可能要在眾多的投資案裡面 去選擇一個對公司最有利的投資案 那所以這兩種情境呢 他很可能我們在論述的時候 跟做決策的時候 稍稍就會有所不同 那所以經理人的主要的一個任務 第一個任務就是在投資案的評估 那投資案的評估呢 他有一個牽涉到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也是我們在前面一個多禮拜 其實就想在跟各位做一個基礎的一個訓練 就是說我們這邊所講的投資案 尤其我們只假設企業是他要永續經營的 那這個投資案的一個本身呢 通常都是多年期的 就是長期的投資案 那長期的投資案呢 就是說你要知道如何去評估 這個投資案 比如來講我們說台灣高鐵的投資案 那他跟政府簽約是30年 所以呢 那你就必須要去衡量 在這個30年期間 那我要做多少的投資 然後我開始營運了以後 那每年可以有多少的現金流量回收 然後我再去計算 我到底有沒有賺錢 或是我可以去計算 在這個30年裡面 我平均每年的投資報酬率是多少 你要能夠算出來這些東西 你才能夠有去 有辦法去評估說 我現在該不該去做這件事情 那各位要知道喔 你現在是還沒有開始去 進行任何的支出 也還沒有真的去營運這個台灣高鐵 但是在做這些事情之前 你就要決定你要不要去做 所以他牽涉到不確定的因素非常的多 那當然你要了解 如果說因為不確定的因素很多 你沒有辦法或是很難去評估以後要發生什麼事情 那你就不去做評估或是不去做投資的話 那顯然我們現在所看到很多的事業就不會存在 那也就是說 其實要去做評估 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那評估也很難得做得很好 但這些東西都只是我們的輔助的工具 那做決策的人 他很可能 在這個有限的一個評估的一個分析之下 他還是要去決定要不要去做這個投資案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說 其實專業技術是一件事情 但是你做一個生意人 做一個決策者 你必須要有的那種果斷的一個判斷能力 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我在這邊也是勉勵各位一下 沒有問題 你在課堂上你可以學到 所有可能現成最好的評估工具 但這些評估工具 並沒有辦法去取代 你在生意上面 你在那個企業裡面 所必須要去學習的觀察跟判斷能力 因為這些東西可能就是 讓你在最後一秒鐘 決定要不要去做這個案子的理由 因為你的投資分析 我們所用的資料 其實都會非常的簡略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預知未來 那所以這是我們這一個 張傑想要做的 那我們剛才講說 因為這個投資案的現金流量 牽涉到未來很多很多很多年 有些投資案子呢 你甚至沒有去假設說 它的生命是有限生命 但是有些投資案 你會去假設它是無限生命的投資案 那那些投資案來講的話 我們如何找到一種合理的方法 即將以後會回收的那些現金流量 來跟我們今天所投入的一個資金 然後來做一個有效的一個衡量 到底我們有沒有賺錢 或是到底我們的投資報酬率是多少 這些是我們必須要去理解的 那我們希望說在這個禮拜跟下個禮拜 絕大部分我們能夠把 我們現在所想知道的東西 然後做一個徹底的了解 那我們來定義一下 那就如同我們剛才所講的 我們這邊要探討的投資案 是指長期資產的投資 那長期資產不管是從 會計或財務上的一個定義 就是說一個資產 那它的經濟壽命 經濟壽命是長於一年 就是多年期的 那既然是多年期 它產生經濟效益是多年期的話 那我們也強調在上個禮拜 就是說今天的一塊錢 又比未來的一塊錢有價值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辦法 把我們這個長年期的投資案 每一年所產生的現金流量 或是經濟效益 能夠轉變到 跟今天你所要投入的資金 能夠做一個合理的一個比較 我們才能夠去計算出來 我們到底會不會賺錢 那所以我們在這邊定義的就是說 資本預算就是做長期的投資分析 長期的投資分析 那我們剛才說 我們其實有兩種決策的一個情境 一種情境的話 就是決策者必須要去決定 有些案件 我們把它稱為是獨立案件 這個獨立案件呢 然後我們要去選擇哪些獨立案件 我們是可以接受的 那所謂的獨立案件是什麼呢 這個獨立案件呢 它事實上就是說 你所考慮的一群投資案裡面 那投資案之間的取捨與否 跟另外的投資案取捨與否 是相互獨立的 相互獨立的 那如果你決策者是面臨去選擇 一群獨立的投資案的話 那這個決策的內涵就會比較簡單一點 你只要去判斷 每一個單獨的獨立投資案 本身是不是帶來一個正的經濟價值 我們等一下會去定義什麼叫正的經濟價值 那任何一個投資案只要能夠帶來正的經濟價值 你就可以接受這些投資案 比如說你在考慮五個投資案 這五個投資案彼此之間相互獨立 那你後來發現這五個投資案裡面 有三個會帶來正的經濟價值 那對你這個決策者而言 你就要同時接受這三個投資案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不是說經理人的目的在追求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所以任何一個會帶來正的經濟效益的投資案 你就接受的話就會增加企業的價值 所以那三個帶來正的經濟價值的獨立投資案 你都可以接受 也就是說你接受完這三個獨立的投資案以後 企業的價值就會最大化 那另外兩個是負的價值 所以你就不應該接受 那什麼叫獨立投資案呢 比如說你是一個連鎖餐廳的總公司 那你的餐廳做得非常好 然後呢我們的企業啦媒體也都有好的評語 所以對你而言呢 你就開始想要說 那因為我目前只在台北有這家餐廳 那我是不是考量在台中台南高雄 各設立我們這個新的一個分店 那所以呢在台中台南高雄要設這個分店 你基本上他是一個獨立的一個投資案 為什麼呢 因為人們為了要去吃飯 所謂獨立投資案就是說 你這個A選擇 B選擇 C選擇 他B值之間 他的現金流量是不會互相影響 所以你在做任何一個案件的時候 你只要考慮這個案件本身賺不賺錢 那我們基本上會認為說 我們現在考量的這些案件 他事實上跟目前公司的營運 或是他彼此之間 現金流量是不會交互影響的 也就是說你現在要考量就是說 我開了台中的這個餐廳以後 會不會我台北的餐廳的來客數會減少 如果會的話那就是會有影響 那當然來講的話你會說 有一兩個我上禮拜有一兩個客人 是從台中上來了 我如果在台中開了這個餐廳以後 這兩個客人很可能就到台中去了 他就不到台北的餐廳 那這樣的Case可能會有 但是我們在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假設之下 你會認為說如果人們為了要上餐廳吃飯 他不會願意去跑200公里 然後跑到台北來 那你如果在台中開餐廳的話 你理論上就可以假設台北的來客數不會被減少 相同的台南跟高雄應該也不會有太大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儘管可能會有 但是那個影響不大 所以我們就可以簡單的假設他 彼此之間是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呢你如果說台東台南跟高雄 這三家分店 那彼此之間不會有現金流量的干擾 跟台北現在的總公司也不會有干擾 那所以你要去評估的就是說 台中的餐廳賺不賺錢 台南的餐廳賺不賺錢 高雄的餐廳賺不賺錢 如果說三家餐廳你評估之下都會賺錢的話 那理論上這三家分公司的投資案 你都應該去接受 OK 那如果說這其中只有台中跟高雄 你評估會賺錢 台南的話 你會覺得說 不太可能會賺錢 那你就是把你認為會賺錢的 就把它接受 然後去實施它 那如果說我們最極端的例子就是說 我們認為時候未到 台中台南跟高雄這三家餐廳賺可能都不賺錢 那你就三家都不接受 所以呢任何一家的餐廳要接受與否 就只要看那一家餐廳會不會賺錢 所以我們理論上 理論上最高的話 這三家餐廳都可以接受 那最少的話就是說 這三家餐廳都不要接受 這是獨立案件 那再過來的話是護次案件 這護次案件呢 事實上就是說 公司所面臨選擇的這些 A案件 B案件 C案件 它彼此之間是 有相互排斥的關係 什麼叫相互排斥的關係呢 就是說你最多只能選擇一個案件 就好像呢 你們申請到很多家美國學校給你的碩士班的入學席可 或是說你去大事的時候找工作 那有好幾家銀行 好幾家公司給你工作的一個席可邀約 但是因為你只有一個人 只能去一個地方 所以你在眾多的案件裡面 只能挑一個 那所以這個你當然 站在你的眼光來講的話 那它的Decision的Criteria 就是說 決定你要不要去選擇哪個投資案 可能那個投資案本身會賺錢 它只是一個條件之一 你很可能選擇的那個投資案 它不僅要會賺錢 而且它是你眾多選擇裡面 它的經濟效益是最大的 我們等一下 才會定義什麼叫經濟效益最大 因為它是一個絕對的概念 那所以呢 我們就要理解 我現在在選擇的案件 除了第一個 它要會賺錢 第二個 這個我選擇的這個案件 一定是在我考慮的案件裡面 它是最會賺錢的 那為什麼要這樣選呢 因為經理人的目標 就是在追求企業價值 或是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那理論上來講 我們就是要選擇一個案件 對我這個公司來講 價值增加的幅度是最大的 所以我們要選擇這 這兩個案件 就是說除了要確定它會賺錢之外 我們還要確定它所帶來的 經濟效益 是我眾多案件裡面是最多的 那我這邊當然舉了一個例子 如果說你這家公司 有一個空出來的閒置的一個店面 那有關於這個店面呢 你只有一個店面 你只能做一個投資案 那可是你可以考慮好幾個投資案 所以說我這個店面呢 我可以不會當我自己的一個 員工訓練的中心 或是我把它租出去 當作一家餐廳 或是我自己來經營 把它來當作我的門事部 那這幾個案件 理論上來講 你都要必須要估計說 我要做A案件的話 我要投資多少的資金 然後以後回收的行程怎麼樣 B案件的話相同的一個 也是相同的一個狀況 C案件也是相同一個狀況 所以你就個別去評估 這幾個案件 到底有沒有幫公司賺錢 或是到底 如果它有幫公司賺錢的話 那每一家賺錢的一個情形是如何 那你就要去評估比較 你要選擇那個案件 除了本身要會賺錢之外 那它賺的錢還是相對來講 是比較多的 那個案件我們再選擇 那如果說 我們今天評估的三個案件 都不賺錢的話 那你該怎麼辦 那如果都不賺錢的話 我們理論上 三個案件都不會去執行 OK 三個案件都不會去執行 所以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 獨立案件跟互次案件 那獨立案件 我們再重新講一下 就是說 你考量如果是獨立案件 彼此接受與否 不會互相排斥的話 那這種案件就是說 它只要符合一個條件 就是這個條件就是說 這個案件要幫公司 帶來證的經濟效益 你就可以接受 這是獨立案件的決勝法則 那你在選擇 互次案件的時候 就是說 眾多的案件裡面 你最多只能選擇 這個案件 那這個案件呢 它必須要符合兩個條件 第一個 它當然需要幫公司 帶來證的價值 第二個呢 它所帶來的價值 必須要是這些案件裡面 最大的 我們才選擇 那 所以這就是獨立案件 跟互次案件 那我們必須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在做投資案評估來講的話 它大致案有兩個 兩個 兩個 兩個階段 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說 你要去認清這個投資案 它到底從頭到尾 會產生怎麼樣的一個支出 跟會產生怎麼樣的一個回收 你要很完整的去評估 這個投資案 你在投資的時候 有哪些資金 是一定要到位的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說 這個投資案如果實施了以後 運作了以後 那它可以經濟壽命會有多少年 然後每一年呢 應該產生怎麼樣的現金流量 那你當然要想得很完整 你不能就是說 你只是想到 某一部分的現金流量 有一部分現金流量 你忽略掉了 那你這樣做的評估 就不會是正確的評估 通常來講 這部分事實上是很難的 因為你還沒有正式的運作 你還沒有正式的怎麼樣 那到底會有怎麼樣的一個收入 支出 什麼費用 你事實上 你只能大約的去評估 你沒有辦法很精確的知道 到時候會有怎麼樣的一個回收 或是怎麼樣 所以呢 我們的第一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說 如果你考量的案件 有很多個案件的話 那你要針對每一個案件 你要評估就是說 它的支出部分有多少 然後它的回收部分有多少 然後你要盡可能的完整 因為你如果沒有完整的話 你評估的一個決策 很可能就是會是一個錯誤的決策 所以第一個階段 你要去針對 任何一個投資案件的 投資支出跟回收的部分 要去做一個最可能詳盡的一個估計 那第二個階段呢 第二個階段就是說 如果每個案件 我現在考量的每個案件 它的支出部分跟回收的部分 都已經在我的Excel上面 或是已經列表出來了 那我第二個部分就要去做選擇 我考量的是三個案件 五個案件 那至於這三個案件 五個案件 我怎麼樣去衡量 這個三個案件 五個案件 對我公司來講 它的價值在哪裡 也就是說 我如何找出一個 合理又有效的方法 又不違反我 那個當財務經理人的一個角色 所要去做的一個選擇 OK 所以我怎麼樣去找出方法 去評估 我現在考量中的三個案件 五個案件 哪個對公司來講 才是最好的 OK 所以我們就是這兩個階段 那我們這邊講課 先講比較簡單的那個部分 然後我們後講 那個比較複雜 也比較需要花時間去探討的部分 也就是說我們第一部分 我們就來講說 如果你現在現金流量已經有了 那我們如何去做抉擇 如何去挑選哪一個案件 對公司來講是最好的 OK 那我們在這一章的後半部 我們在講說 如果一個完整的投資案 它應該如何去決定 哪些是資本支出 哪邊是營運方面的收入 或是現金流量 或是它的成本 然後如何去實施這個完整的一個評估 所以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最主要就是說 那個我們剛講完那個時間的 金錢的時間價值 就是那個現金流量折現的問題 然後在做這個選擇 評估法則的過程當中 其實使用的就是 我們在前一章所講的 那個現金流量折現的 一些法則 所以它連線來講的話 可能會比較順暢一點 好 那我們通常來講 我們要評估一個案件 到底是不是公司應該接受的 它必須要有一個前提跟法則 這個前提法則要先講 等一下我們在進行各種評估的一個 技巧的過程當中 才能夠知道說 這個評估的技巧 會有怎麼樣的優點跟缺點 第一個 因為我們希望去找出這個 投資案到底對我公司而言 是不是最有經濟價值的 所以你在評估任何一個 投資人要不要接受的過程當中 你第一個一定要考量 金錢的時間價值 我們講了半天 我們前面幾乎兩個禮拜的時間 其實在講的就是說 我們說那個 我們說那個 投資案 它本身來講 OK 它的不同時間的 所產生的現金流量 它的價值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合理 或是科學方面可以接受的一種方式 去判斷說 我後面所產生的現金流量 都會等於今天多少價值 那我才能夠去比較 所以我們希望說 我們能夠把這個現金流量 折現的一個技術 用在我們這個技巧當中 因為我們可能投資案件 非常的長 OK 30年70年都會有 那你知道30年70年以後的一塊錢 它事實上跟今天的一塊錢 非常不一樣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 考量說這個投資案的 評估技巧裡面 有沒有去衡量 這個金錢的時間價值 這是第一個 criteria 第二個 criteria 我們必須要考量 這個投資案很完整的經濟價值 因為我們要決定說 這個投資案 它本身對公司來講 它的價值是多大的 那各位要知道 我們等一下要看的 幾種評估的技術裡面 有些只是說 它去看說這個投資案幾年能夠回本 各位要注意喔 投資案本身可能可以進行 10年20年 但是呢 有些投資案評估的技巧 只是在計算說 你到達第幾年 你的投資案 原先所投入的本錢可以回本 那本錢可以回本 很可能第三年 第五年就回本 可能你真的投資案期間是20年 那到底說 你如果計算到第三年回本 並不代表知道說 那你未來17年 到底所帶來的經濟價值 效益到底有多大 因為站在決策者的立場 他是要去看這個完整的 完整的 那個投資案的一個 一個經濟效益是如何 你不能就是說 回收比較快的 它就比較好的一個投資案 那如果說回收比較快的 就是好投資案的話 那現在所有的企業 都一定會在賣炸漆牌 賣珍珠奶茶 為什麼 就沒有人要去坐台灣高鐵 沒有人要去坐101金融大樓 為什麼 因為炸雞排 珍珠奶茶 回收很快 但是很可能經濟效益 不夠大 那你說台灣高鐵 或是101金融大樓 那當然我們沒有把握 它一定會賺錢 但是你要知道 那一種大的投資案 它的回收就會比較慢 那所以理論上 如果說回收快或慢 是我們主要的concern的話 那理論上 就不會有人去做 去做台灣高鐵 或是101金融大樓的投資 大家都去賣雞排 或是去賣珍珠奶茶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是說 好 我們應該要完整的探討 整個投資案的經濟價值 到底夠不夠大 那夠不夠正 或夠不夠大 所以理論上來講 我們不能只看說 那我只要幾年回收 我就會去接受這個案子 所以我們這邊 一種論述的方法 你如果真的要考量這個投資案 完整的經濟價值 那你就必須要考量它 所有的現金流量 不僅每一年 你要非常的詳細去想到說 它的現金流量的來源 跟支出的可能的方向 那你也要把這個投資案完整的 所謂完整的就是說 你去進行這個投資案 一直到這個投資案完成的整個過程當中 你真正的產生多少的現金流量 一定要完整去估計 那我們在下個禮拜 很可能就會談到這個如何去做評估 那我們基本上的一個做法就是說 你如果要完整的去考量 整個投資案的一個 一個完整的經濟的效應的話 那你基本上就是說 你在做投資案之前跟完成這個投資案之後 你要恢復到原狀 就是在做投資案之前跟投資案之後 你要把公司恢復到原狀 然後這個整個投資案本身 所帶來的所有的經濟效益 我們才要去衡量它的一個經濟效益 就完成評估整個投資案的價值 那第三個 我們必須要在互事的案件裡面 去判斷哪個投資案 對公司來想的價值是最大的 那這個quiterium你在 這樣第一眼看到它 你好像覺得就是說 這個有問題嗎 那其實會有問題 我們等一下會談到不同的評估的法則 那這些不同的評估法則裡面 有些法則會告訴你說 這個案子所帶來的投資報酬率是多少 那賺多少錢最大的那個投資案 它不一定是投資報酬率最高的投資案 所以你如果說要藉著這些法則裡面去挑出說 哪個案子對公司來講 它的經濟效益是最大的 那你依照投資案的 帶來賺的錢的大小 跟報酬率的高低 那可能所挑出的案件是不一樣 那所以呢我們在這邊就要跟你強調一下 我們要找的是經濟效益最大的 好那至於我們當時是挑賺的錢最多的呢 還是挑報酬率最高呢 那我們講到那邊的時候你就會了解了 那我們理論上應該是要找出經濟效益最大的 那所以並不是所有的法則 你找到那個衡量指標的時候 那個衡量指標最大的 就是符合股東價值最大化 或是企業價值最大化的一個條件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大致上要談的一個評估的技術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企業界來講 食物界來講 它會用來挑選說哪個案子我要做 哪個案子我不做 然後現有的一些評估的技術 大概有這幾種 大概有這幾種 那我們大致上 有一些是比較早期所發展出來的 所謂早期比較發展出來 就是說它可能不是比較依據 我們的管理的直覺 而不是依據到底這個法則 到底科不科學到底精不精確 那比較早期發展出來的 是靠管理的直覺 或是看這個評估的過程 會不會很簡單 大家很容易了解 那這一類的評估的技術 有兩種 有一種是叫回收期限法 第二種叫會計報酬率法 那這兩種方法呢 當然我們以今天的眼光來看 就是說它可能太粗躁了 OK 可能它忽略掉的一些要素 可能它的 error 或是它的那個 它的所忽略掉的那些資訊 很可能足以扭轉你的決策 所以我們在這邊 我們並不是全盤的 否認這些技術的存在 因為它對很多人來講 它能夠提供一些很好的一些指標 那我們只是說 我們會建議說 這一類的一個評估的指標 只當作輔助我們 決策的一個輔助的工具 而不是主要去決定的一個工具 那我們會比較強調 我們這下面的三種方法 這三種方法它都有考慮到 我們剛才強調的 金錢的時間價值 它會有個折現的過程在那裡 那折現的過程就是說 它至少會嘗試把未來的一塊錢 用某一種方法 來跟今天的一塊錢去做比較 OK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能會 在這邊花的時間會比較多一點 而且我們會去做一些比較 就是說這兩種方法 彼此之間會不會有衝突之處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個很簡單 而且可能你今天在很多的電視報導 或是在很多的彼此之間溝通 你都會用到這些指標 這些指標是叫回收期限法 你去計算要花多少時間 才能夠把你原始投資在這個 投資案裡面的成本 可以完整的回收 可以完整的回收 那所以是計算這個回收的年限 到底有多少年 這叫回收期限法 那我們這邊 舉一個例子 我們這邊有兩個投資案 一個是假投資案 一個是已投資案 那我們為了簡單起見 我們就假設這兩個投資案 那規模應該是相當的 因為它的原始的投資的成本是 一萬兩千塊錢 一萬兩千塊錢 那假投資案呢 它有一個 你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有一個特性就是說 它回收的速度 也就是說 它一剛開始的時候 可以回收八千塊第一年 第二年呢 它的現金流量是四千塊 第三年是兩千塊 第四年是一千塊 以投資案呢 它第一年回收的現金流量 是一千塊 第二年三千塊 第三年四千塊 第四年九千塊 所以依照這兩個投資案 我們都各自必須要去計算 它回收的期限如何 那當然回收期限 我們這邊講的就是說 你可以去再多出一個column 我們依照我們的那個 投資案的一個年數 我們再去增加一個column 那這個column呢 我們就去計算一個 我們這邊叫做 累積的現金流量 那這累積的現金呢 它是怎麼樣的一個計算 法則呢 就是說我們會用 比如說我們在第零年的時候 我們有瓜福就代表說 我們是負的現金流量 就是我們去投資了 從我們身上拿出來 一萬兩千塊錢 那第一年呢 如果我們回收了八千塊錢的現金流量 我們就用這個八千去減掉 負的一萬兩千 用正的八千減掉 負的一萬兩千 所以我們減完之後呢 我們發現還有負的四千 就好像就是說 你投資的一萬兩千 那第一年的你回收了八千 那扣除掉你已經回收了八千 你還有剩下四千塊錢沒有回收 剛考第二年呢 我們所回收的現金流量是四千塊 就拿這四千塊去減掉這個負的四千塊 我們剛好得到的是零 OK 剛好得到的是零 所以以此類推呢 我們從第一個案件 我們就可以算出來 我們回收的期限是兩年 因為它把它的那個 累積的現金流量歸零為止 那我們花了兩年的時間 我們的現金流量就歸零了 那針對第二個案件 一案件呢 我們經過了第一年以後 我們還剩下一萬一 經過了第二年 在減掉三千以後 我們還剩下八千 OK 然後呢 我們的第三年 四千塊錢 用四千去加上這個負的八千 還剩下負的四千 好 所以經過了三年以後呢 我還有負的現金流量 四千塊錢 那我第四年的現金流量 我將會賺得九千塊 所以你會知道說 用掉前三年的一個時間之後 我第四年呢 我會賺九千塊 我的九千塊是超過 我第三年年底 還沒有回覆的四千塊的一個 付的現金流量 所以呢 我第四年的現金流量 只要用部分的年數就可以了 對不對 我如果一整年會拿到九千塊錢的現金流量呢 那大概我只要用掉九分之四年 就可以把我這個還沒有回覆的四千塊錢付的現金流量 把它歸零 OK 所以呢 我們第二個案件 我們的計算方法就是 三整年再加上部分的第四年 那如果計算出來這個部分呢 因為我們還沒有回覆的是四千塊 我們整年會拿回九千塊 所以我們可以用九分之四年的現金流量 就可以把這個四千塊錢歸零 OK 所以呢 我們的算法大致上是這樣子 好 那今天如果企業要做決策 他要怎麼做決策呢 那我理論上應該 有一個版本的筆記本應該有告訴你要如何決策 不過我們這邊大概用嘴巴講一講就可以了 就是說如果是獨立案件的話 獨立案件有假案件跟乙案件 他彼此的接受與否 是不互相干擾的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我們企業很可能會設一個門檻 就是說我要去執行的投資案 他的回收期限必須要在幾年以下 OK幾年以下 那我們這邊我們假設說我們回收期限的門檻 是四年以下的話 那這個假案件跟乙案件都會被接受 對不對 因為假案件只要兩年嘛 乙案件的話是三又九分之四年 所以這兩個案件都可以被接受 因為他低於我們的門檻 注意喔 我們不是超出我們的門檻才做喔 是低於我們門檻才做 OK 如果他假案件跟乙案件是獨立案件 這兩個案件都可以被接受 如果呢 我們的門檻仍然是四年 可是假案件跟乙案件是相互排斥 是互次案件的話呢 那你覺得應該是選擇假案件還是乙案件 那在這邊 那在這邊 你很可能最直接的一個推理就是說 既然我們希望 回收期限越短越好 那是不是假案件 跟乙案件如果要做比較的話 那假案件是不是比較符合我們的需要 因為他的回收期限比較短一點 OK 那當然我們大家在做這樣的推理的過程當中 你就會想到很明顯就是說 那邊可能會有一點會出問題 就是說你會反問自己 是不是回收比較快的案件 一定就是對公司來講是最好的案件 對不對 我們剛才的論述就是說 如果回收比較快的案件 就是好案件的話 那今天所有的企業都會在賣炸雞排跟珍珠奶茶 因為他回收比較快 那大家都不會去做那個所謂的那個101金融大樓的投資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回收期限法 他到底本身這個方法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因為你要從這個判斷這個方法到底好不好 才會知道說你現在從這個評估的過程當中 你到底得到了什麼 那你到底沒有解決什麼 OK 那我們這邊就是說 它是一個很好的流動性風險的指標 怎麼來講呢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的很多的投資案 你要考慮它回本快不快 怎麼來講 我們常常會必須去考量 我是否要在一個經濟動盪的地區 去做一個長期的投資 比如說大家都知道西亞中東那裡 經濟比較不穩定 可是你大概也會知道說 在西亞跟中東那邊存有很多投資的機會 或是北非 因為你要知道就是說那些國家 剛從比較專制的一種軍王政體 或是獨裁政體 正要邁入民主的一個社會 那有很多的地方 它事實上很缺乏一些 可能你可以想到的一些商機 OK 那所以你會想說 到利比亞到敘利亞到埃及 去投資怎麼樣的一個生意的話 一定可以大賺錢 沒有錯 但是你今天要想像出說 他們政治不穩定 那你是不是要考量的 就是說他的回收快不快 OK 那所以理論上來講 你就會考量 就是說你除了要賺錢以外 你可能要考量說 如果他的政治不穩定的話 那你要不要做非常長期的投資 比如說你要不要在那些國家去蓋高速鐵路 高速鐵路可能回收的比較晚一點 所以你很可能要想一下 我到那邊很可能去賣炸雞排 可能去賣珍珠奶茶 可能會比較適合一點 因為做多少年就賺多少年 那你回收完了就走 OK 但是你如果想在那邊去蓋什麼101金融大樓 或是高速鐵路的話 你很可能還沒蓋好的時候 那很可能政權轉移 或是政治變得非常動彈 你很可能要退出 那很可能就得不償失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衡量流動性的風險 那第二個 可以衡量資金套勞時間的長短 那這兩個東西其實在指的 應該是相同的事情 就是告訴你呢 這個投資案 可以什麼時候就會讓你 比較不擔心它的回收 那當然套勞的時間越短的話 代表就是說 就算是長期而言 這個地區 是比較經濟動盪不安的話 那你至少可以全身而退 可以全身而退 然後再過來 它計算非常容易 大概你不需要搞到聯考的錢 百分之多少 才懂得計算這個回收期限嘛 對不對 所以這是它的優點所在 那更要注意喔 你要知道我們 很多的企業主 跟這個方法事實上 已經存在我們企業管理的一個 課本當中已經是非常多年了 那你要知道就是說 在那麼早期裡面 能不能夠想出這種方法 去做評估法則 已經滿了不起 那最主要是它簡單 很容易溝通 所以大家都會了解說 這個指標在做什麼 但是我們還是必須要指出來 這種方法雖然 讓我們覺得又簡單 然後又能夠讓你看出來一些 你想看的東西 但是呢 它有沒有具體的缺點 就如同我們剛才在講 那個假案件跟疑案件 一個是回收兩年 一個回收三又九分之四年 那可是你站在護士投資 護士投資 各位要注意喔 決策者要找出來 是價值最高的案件 而不是說 它是回收期限 越短的案件 價值最高跟回收期限短 那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所以站在經理人的遠光裡 那還要選下值最高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缺點在哪 第一個 它並沒有衡量 金錢的時間價值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才的算法是怎麼樣 拿第一年的現金流量去減 第零年的現金流量 然後呢 如果還需要的話 再拿第二年的現金流量去減 拿第三年的現金流量去減 那這樣來算的話 當然是比較簡單 可是它的問題就是說 你基本上是假設 每年的錢是一樣大的 每年的錢是一樣大的 那其實在我們 最近這幾年來講 那個利率其實蠻低的 所以大家說 我覺得金錢的代價也沒那麼高嘛 所以我直接拿不同年數的那個 現金流量去減 很可能差別不大 但是如果說你要去做 很長的一段時間 比如說你的投資案是三十年的 那或者是說你的利率 資金成本比較高一點 那這樣算的話 就非常的不科學 那所以我們 還是要回歸啊 就是說 我們希望去找到 金錢價值 我們去找到一個價值最高的投資案 那如果要找出價值最高的投資案 它必須要用一種 比較精確的方法去計算出來 這個投資案所產生的經濟價值是多少 那所以要算出那個價值的大小 你就必須要去衡量不同年代 所產生的現金 它應該有多大的價值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折現的過程 也就是說你必須要去把不同年所產生的現金流量 然後去覺得它的價值是不一樣 不能直接拿第四年的現金流量 去減第零年的現金流量 這很可能是不科學的 然後第二個 我們要注意的 就是說我們並 就是回收期限法並沒有利用到 整個完整的現金流量的資訊 然後我們剛才在算假案件的時候 各位有看到 我們算到說回收期限是兩年的時候 我們就不再計算了 就是說我們只要算到 我們的現金流量可以把 原先投資的成本回收的那個十點 歸零的那個十點為止 我們就不再計算了 所以不管它第三年第四年 現金流量是多大 完全不在意 對不對 那我們剛才以案件也是一樣 算到三又九分之四年 然後我們就發現說已經回本了 那至於後面的現金流量到底是多大 我們當然也不知道 當然我們剛才那個例子很簡單 只設到第四年 可是我們有很多的投資案件可以到 可能到第十年都還有現金流量 那所以呢我們剛才有講啊 如果說假案件跟一案件 假案件是兩年 一案件是三又九分之四年 那這個案件如果說可以做十年 那至於說後面那一些現金流量 到底是大或是小 對我們的決策者來講 完全沒有產生效用 可能呢 假案件回收的期限是比較快 沒有錯 可是一案件呢 可能在後面的現金流量 就非常非常的大 那可是你的計算就是 只是計算到回收期限為止 所以後面呢 不管是說那個現金流量是大或小 它完全不會影響 你去選擇假案件或一案件 所以這也是不對的 就是沒有利用到 完整的現金流量的資訊 那當然你也不能夠去找出 對企業來講價值最大的投資案 因為你如果沒有考慮到 全部的現金流量的話 你如何去判斷說 假案件到底價值比較大 一案件價值比較大 我們沒有辦法去判斷 所以由於是有存在這些缺點 所以我們不能說 我們算出來回收期限比較短的那個案件 就是我們公司想要的 那我們是說我們在乎這樣的訊息 可是這樣的訊息可能不是 我們在經理人選擇案件的一個最大的concern 所以這是回收期限法 那當然這個回收期限法呢 可以稍微讓它科學一點 那也就是說 甚至在我們政府有一些法規裡面 那說回收期限法可以計算 但是稍微要科學一點 OK 咱們的科學呢 我們剛才說 其實我們在計算回收期限的過程當中 我們是把每一年的一塊錢都當成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拿後面所產生的現金流量 直接去減低零年的現金流量 對不對 那這樣就是等於有一點太主觀 也可能有一點太忽略掉 金錢的時間價值 再給我一兩分鐘我把這個講完 那所以呢 為了彌補掉說 我們不考量金錢的時間價值這樣一個缺點 那我們的做法就是說 我們將原始的 我們剛才不是原始 就是說 一開始是一萬兩千塊錢的投資 第一年是八千 第二年是四千 第三年是兩千 然後再過來一千 那我們就把這個年度的現金流量 這樣把它調為跟今天相同的價值 然後我們再去計算比較精確的一個回收期限 所以呢 我們就把原先的八千 我們這邊假設我們的資金成本都是百分之十 我們把八千除以一加上百分之十 那就得到七二七三 然後呢 第二年的四千塊錢 除以一加上百分之十的平方 就是把兩年以後的現金流量調到今天的限值 然後呢 兩千塊錢除以一加上百分之十的三次方 然後呢 一千塊錢除以一加上百分之十的四次方 都調整為今天的限值以後 然後再用限值去算出它的一個回收的期限 那當然你考量的 折現價值以後呢 你再去算出來的回收期限就要稍微長一點 大家應該知道的理由在哪裡 所以我們依照折現後的現金流量去算出來的回收期限 假案件是2.95年 一案件的話是3.91年 那你再去判斷 我們會設定一定的門檻 如果低於這個門檻 那理論上就會被接受 對不對 然後你如果在相互排制的投資案裡面 除了你要選擇的投資案 除了要低於門檻之外 還要必須要是兩者之間比較短 那當然我們有講過這樣的抉擇法則可能會有一點點疏忽 那我們希望這個疏忽 如果配合我們等一下要講的一些決策法則的話 可以讓這個疏忽可以比較小一點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接下去講 那我們剛才所講的那個回收期限法 那回收期限法當然就去算 這個案子要經過多少年才能夠把你原始投資的資本全部回收 那我們第二個想要計算的是一個叫做會計報酬律法 會計報酬律法呢 它事實上評估的主體 我們剛才說我們評估的主體是現金流量 那當然我們到現在還沒有很詳盡講說 我們為什麼評估現金流量 而不是評估會計上的盈餘 那我們等到預設我們現金流量的時候 我們會跟各位講得很清楚 為什麼評估的是現金流量 而不是會計上的盈餘 那這邊來講的話就是 會計報酬律法 它就是計算你整個投資的 投資的那個life cycle 投資的那個生命循環裡面 那平均每一年的 以會計盈餘所計算出來的報酬率是多少 那所以我們等一下會講一下公式 但是我們這邊呢 稍微就要想說 那既然我們剛才的那個假投資案跟乙投資案 是依照所謂的現金流量來做評估的一個基準 那今天我們如果說 要把它回復到會計上的盈餘的話 那我們怎麼做 OK 其實我們通常來講 我們比較容易取得的資料是會計上的盈餘 那我們要經過一番的計算 才能把它轉成為現金流量 對不對 但是因為我們其他的 所有的評估的那個準則 都是依照現金流量為止 所以我們其實剛才舉例的時候 都是用現金流量 那其實很簡單 我們會計上的盈餘跟現金流量 它最大的一個差別是差在一個數字 那個數字叫做折舊 OK 如果說我們原始的投資是一萬兩千塊的話 如果我們假設這個投資案會延續四年 那每年我們假設它的折舊 直線折舊 每年都是三千塊錢的話 那我們知道說 會計上的盈餘加上折舊等於現金流量 所以現金流量減掉折舊費用 就等於會計上的盈餘 那既然我們假設每年的折舊費用是三千塊錢的話 那我們就依照這四年的現金流量 每年就減掉三千塊錢的折舊費用 就可以等於我們會計上的盈餘 會計上的盈餘 所以你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依照現金流量來講的話 你馬上就是要籌一萬兩千塊錢去買這個機器設備 或買某個固定資產 然後未來四年就會創造出來現金流量 在會計上來講的話 他們認為這個機器的成本 或是固定資產的成本 它是以折舊費用出現在 每一年計算盈餘的過程當中 所以它的差別是這樣子 那我們所謂的會計報酬率是怎麼計算 我們在講就是說 是以投資的這四年當中 每年依照會計上的盈餘所計算出來的報酬率 所以我們當然知道說 那既然要計算報酬率的話 那理論上你應該就要把報酬的部分先算出來 那既然會計上的盈餘是當作我們報酬的主體的話 那我們就把四年的 我們可以營運四年嘛 那把四年的會計盈餘 加起來除以四 就平均每年的一個 會計上的一個盈餘是多少 OK 所以我們假案件跟以案件呢 假案件平均 每年的會計盈餘是750 以案件的話是1250 那這是報酬的部分 那我們要計算的是會計報酬率 那會計報酬率 所以你就要算一下那你投資了什麼 回收了什麼 因為計算報酬率 我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嘛 它是一個產出跟投入的比 對不對 那既然你要計算產出的話是會計上的盈餘 那我們的投入是什麼 投入當然就是一萬兩千塊的那個成本嘛 一萬兩千塊那個成本 可是呢 因為我們要計算的是四年的平均數 四年的平均數 那所以呢 我們一剛開始的投資的那個額度是一萬兩千塊 那一直到第四年的年底 我們假設它全部都折就光了 所以那個機器設備或是資產的價格就等於零 所以平均在這四年當中 每一年的平均投資額度呢 就是一萬兩千加上零除以二 就平均的每年的投資呢 就是六千塊錢 OK 所以呢 我們的假案件的投資報酬率 就是以每年所淨賺的七百五十塊錢 平均的會計盈餘 去除以我們平均的投資額度 六千塊錢 所以假案件呢 我們所算出來的會計報酬率是十二點五 以案件算出來是二十點八三 那通常來講呢 我們這個報酬率呢 我們的決策法則應該是這樣 這個公司呢 會是設一個報酬率的門檻 如果你所計算出來的會計報酬率超過這個門檻 我們就會接受這個案件 如果低於這個門檻 我們就會拒絕去執行這個案件 我們第一個來看一下 我們假設說 我們這個公司設的門檻是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十五 OK 那我們的假案件顯然就不符合 我們的一個投報的一個門檻 我們就會拒絕掉 那一案件呢 二十點八三 就會超過我們投資報酬率的門檻 那我們很可能就接受 所以不管是獨立案件 因為獨立案件 只要任何一個案件的投資報酬率超過門檻 我們就會接受 我們會選擇以案件 那如果是兩個是相互排斥 互似的案件的話 我們仍然也是選擇以案件 因為以案件所提供的報酬率 除了它高於門檻之外 也是兩者中間比較高的 所以呢 我們就會選擇是獨立案件 好 那當然我們在這邊就要來檢驗一下 說 雖然我們有個完整的程序 告訴你如何去評估 任何一個投資案件的會計報酬率 可是這種方法所評估的結果 你要不要完全相信它 那我們這邊的一個論點就是說 那我們就依照我們剛才所講的那些 評估法則的一個檢驗目標 檢驗的程序 我們來檢驗一下 說我們的那個會計報酬率法 它到底有怎麼樣的優點或是缺點 它的優點呢 是一個報酬率的指標 是一個相對性的報酬率的指標 那我們必須要來跟各位講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有一種方法 算出來的不是報酬率 而是一個絕對性的一個經濟上的 純利的大小 等一下會算進限值 那 可是你要知道所有的決策者 站在決策者的一個立場來講 他會比較喜歡一個報酬率的指標 OK 因為我們也曾經做過調查 去問過所有的那個企業的那個 必須要去做決策的老闆 或是總經理 就問他們說 如果怎麼樣的決策指標 比較符合你的需要 學大部分的人說 他喜歡 喜歡一個 percentage 報酬率的指標 所以報酬率的指標 比較符合 學策者的需求 那第二個呢 他的資料取得很簡單 因為我們剛才講過 其實現金流量通常是 比較難取得的 通常比較容易取得的是 會計上呈現的盈餘數字 那你要經過一番的計算 才能夠把會計的盈餘 變成現金流量 所以理論上呢 會計上的盈餘的資料 取得是比較簡單 至少比我們剛才所使用的 現金流量要簡單 所以我們在這邊 他的優點是這兩個 那他的缺點呢 我們剛才第一個步驟 就是把四年的 會計上的盈餘 把它把它 把它加起來除以四 那所以我們基本上 就假設每一年的一塊錢 是一樣的 每一年的一塊錢 所以我們沒有做 折現的過程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我們將要在後面 比較強調 其實我現在可以講一點理由 我們在後面比較會強調 就是說現金流量 本身才是價值的基礎 並非會計上的盈餘 怎麼來講呢 我給你一個例子 我如果今天要做一個投資案 這個投資案呢 他是說 陳老師決定 從今天開始 他不要做老師了 他要去開計程車 OK 那我對於開計程車 這個投資案來講的話 我必須要在今天 就從一百萬去買一部計程車 然後把計程車裝設 所有的配備 然後我要花一百萬 那我假設說 我開計程車的年齡 就只有五年 那我在那五年呢 我每年都會有一些收入 那依照塊系上的盈餘來講呢 我今天花了一百萬 我並沒有支出 為什麼 塊系上會認為說 我是拿了一百萬的現金 去換了一百萬的固定資產 所以我今天來講 我沒有任何的資產上面的減少 對不對 OK 那我未來的五年呢 那如果每年開計程車來講 他們認為這個一百萬的成本 是依照每年分攤 二十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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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第五年年底 然後我就剛好把整部計程車就 成本就把它攤銷掉 OK 但是實際上是如何 我如果今天決定要去買一部計程車 我今天就要怎麼樣 就求到一百萬去買一部車子 所以有關於這部車子的成本 我今天就一筆勾銷 一筆全部都出去了 那真的在未來這五年 我開計程車的各年度當中呢 我有沒有真的去支出一個成本 叫折舊 並沒有 OK 所以因為我們要強調這一點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這一百萬塊錢 不是我自己的錢 而是我跑去銀行借錢 那個資金成本 從今天就開始要起算 他不會說 因為你今天會計上 不承認你有這個成本 所以呢 你的成本就必須要在 一年 兩年 三年 四年 五年以後才承認 因為你如果今天 如果去銀行借一百萬的話 他的利息從今天就開始算 所以我們不是要講說 你要去拿資金成本去當 未來現金流量的折現嗎 折現的一個折現率嗎 那資金成本就從今天就開始起算 那所以呢 這個 理由就是這一樣子 所以我們會認為 現金流量很可能比較符合 這個決策者真正所面對的 就是他的資源的支出跟資源的回收 那會計上的盈餘 除了我們認為會計上的盈餘 容易被操縱之外 第二個 真的對價值本身來講 應該是現金流量 而非我們的一個 會計上的盈餘 所以我們如果要算說 真的哪個投資案 他產生最大的價值 應該用現金流量 來當作我們衡量的一個基準 而不是用我們的會計上的盈餘 然後第三個 當然 如果我們認為現金流量 才是計算價值的基礎的話 那利用會計上的盈餘 然後也沒有考慮到 金錢的時間價值 所計算出來的 會計報酬率 當然沒有辦法讓你去判斷 哪一個投資案 才是真正具有最高的價值 好不好 所以呢 我們沒有辦法滿足 價值最大化的一個 一個選擇的一個基準 因為我們剛才已經有講過 價值的基礎在現金流量 並非在各期所產生的 會計上的盈餘 好 所以這是 會計報酬率的缺點 所以我們總之 我們做一個小結 就是說 我們的 回收期限法 跟會計報酬率法 這是在早期 我們對 財務的一個原理 或是 會計上的一些原理 還沒有很融洽的應用 在管理的實務當中 然後由實務界的人 他發展出來的 選擇 投資案件的一些準則 讓這些準則 是比較有爭議性的 所以呢 我們不是說 我們不能去算這些 衡量的指標 而這些指標 在使用的時候 你必須要非常地小心 而且不要當作是 主要 讓你決策的一個基準 因為這樣的基準 可能會非常地危險 好 然後我們 第二個大類就是 所謂有衡量 現金流量的一個 折線的一個原則的 一個衡量的一個指標 然後我們第一個指標 是進線值 那我有必要 把進線值這個東西 拿下來 講一下 因為進線值的一個計算 它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說 你拿 你的資金成本 當作折線率 然後呢 把你的這個 未來的 所能夠拿到的一個 現金流量 然後去除以1 加上你的資金成本 然後呢 跟你原始的投資 去做比較 那你可以算出來 一個進線值 所以我們的MPV呢 其實很簡單 它的一個計算 就是負的一萬 因為這是你的投資 你的支出 然後再加上 一萬三千 然後因為這一萬三千 是一年以後才會 拿到的金錢 所以它就算出來一個MPV 那這樣算出來MPV呢 我們算出來是 1818.18 很多人不太清楚 這1818.18它象徵的是什麼 我們說它是進線值 所以我們這邊 就來畫個圖 讓各位比較理解一下 就是說我們假設 你今天 口袋裡面 一毛錢也沒有 你要去做一個投資案 你要去找一萬塊錢 來做這個投資案 所以你就想到一個辦法 我跑到銀行去借錢 我跑到銀行去借來 這一萬塊錢 所以我在第一年年底 我拿到了一萬三千塊錢 那我就必須要去還 銀行的什麼 本金跟利息 那銀行的本金是多少 一萬塊 利息是多少 一千塊 所以我賺了一萬三千塊以後 還掉銀行的本金跟利息 我還剩下多少錢 兩千塊 可是這兩千塊 是一年以後 才會拿到的兩千塊 所以我如果要用今天的價值 來衡量的話 它就是1818.18 好 那所以這1818.18呢 是什麼樣的價值 就是一個 這一家企業 做了這個投資案以後 會增加的一個進限值 雖然這個投資案 可能可以長多少年 沒有問題 但是我這個1818.18 是用今天來衡量的 一個進價值的增加 所以呢 你看看喔 我們 其實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用一萬三千塊錢 減掉 本利盒 你要還掉一萬一千塊錢 然後還會剩下兩千塊錢 然後這兩千塊錢呢 把它用今天的一個價值的衡量 所以這部分呢 是完全已經把 你所投入的成本 連本代曆 各位要知道 連本代曆就是說 它要考量它的機會成本 也就是說這一萬塊錢 你原先你如果不做這個投資的話 你可以放在銀行裡面 你可以享受一千塊錢的回本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有投入進去的話 那我們假設你拿的錢 是自己的錢 那你到第一年年終的時候 你會拿到一萬三千塊錢 那你又扣除掉說 我這一萬塊錢 原先是自己的 然後呢 我考量它的機會成本 在這一年當中 我如果放在別的地方 我會賺一千塊 所以呢 我也假設說 我自己是自己的債主 我自己也得到一千塊錢 合理的回報之後 扣除掉這個機會成本之後 我淨賺是兩千塊錢 所以這個兩千塊錢呢 是考慮了你的資金 全部的回報以後 還要合理的報酬之後 然後你所剩下來的兩千塊錢 所以這兩千塊錢就是 依照我們經濟學上 它比較像是一個純利 Pure profit的一個概念 是一個純利的概念 就是扣除掉你的資金的投出 跟合理的報酬之後 它是一個非常純的 一個淨利的概念 所以by definition 不管你這個投資案奪長 它的期間是多長 那我今天只要我有能力 將我這個投資案 不管是多長的一個投資案 我都把它轉為 以今天的金錢 所衡量的淨利的話 那我是不是有一個決策法則 我們就看一下說 那我考量中的ABC 這幾個投資案 哪一個投資案 它所帶來的這個Pure profit 是最大的話 那它是不是我最應該選擇的案件 OK 那你要注意喔 因為你這個淨限值 已經是扣除掉你所投入的資金 跟資金的合理報酬以外 所創造出來的純利 所以純利越大的話 那當然 站在追求 從企業價值或股東價值最大化的一個經理人來講 你現在所在做的一件事情 找到最大的純利那一種投資案 那應該就符合你的理想 所以我們可能會Eventually 最後我們會告訴你 只有淨限值這種方法所挑選出來的投資案 會從頭到尾符合我們想要的這個要件 就是說 它真的能夠 你所挑選出來 淨限值最大的投資案 真的就符合股東追求價值最大化的投資案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這樣跟各位同學做結論的 那當然淨限值這種東西 它事實上就是把你未來回收的 每一筆的那個未來的現金流量 轉變為今天的價值 那我們剛才其實有做過這個轉變 7273306 就是除以你的資金成本10%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年度的現金流量 跟正的那個現金的流入 然後減掉我們第0期的現金支出 一萬兩千塊錢 然後我們會發現淨限值是765 OK 那另外的話 那個以案件的話 依照我們的那個折現值 那我們算出來我們的淨限值是40 那這兩個案件呢 都幫你算出來正的MPV 正的淨限值 那所以呢 如果假以案件都是獨立案件的話 那這兩個案件都會被選擇 因為這兩個案件都會幫你增加價值 你接受假案件的話 會增加765塊 再接受以案件的話 額外再增加540塊 所以正在追求股東價值最大化 它應該兩個案件都要接受 當然也不要只接受一個案件 因為如果只接受一個案件 你也沒有達到股東價值最大化 對不對 一定要所有的正價值的案件 你都接受了 才會符合追求股東價值最大化 如果假以都是獨立案件的話 那當然如果假以是互次案件 你必須要從兩個案件裡面去挑選一個 因為你最多只能選擇一個 那你要挑哪一個 那當然挑價值最大的 那價值最大的當然是假案件 它幫你帶來765 OK 好 那這個淨限值呢 當然也可以在我們的 那個Excel裡面可以去計算 那這個Excel計算的時候 稍微我們在這邊要講一下 這個Excel的計算過程呢 它的計算過程 我們看這裡 我這邊有框出來的這個地方 就是你在寫那個 它有兩個東西 你要注意一下 第一個東西就是說 它是一個 如同我們前面兩個禮拜所講 你在計算PB跟FB Present Value跟Future Value的過程當中 那你必須要去做一些計算 對不對 那我們以前的計算是說 因為你要不是是單一現金流量 要不是就是每年相同的現金流量 所以你要去Specify 你要去指定那些 參數的價值在哪裡 那這個 我們在計算MPB的時候 那也是相同的 你在某一個格子裡面 你要去Define就是說 這個我要計算的MPB是什麼 在這邊你要小心一下 我不知道為什麼理由 當初這個Microsoft Excel裡面 它必須一定要這樣去設計 它的設計是什麼呢 它所計算的MPB 你要去指定一些參數 它的參數的指定是怎麼樣 它的參數的指定是從第一個 你要去指定的參數距離目前一年 也就是說我們剛才的那個現金流量 第零期是負的一萬兩千嘛 第一期是八千 第二期四千 然後兩千一千對不對 那這個MPB它的一個Specification 它必須要從 你的現金流量必須要從第一年開始 八千四千兩千一千 你去指定那四個資料格 然後呢算出來是現金流路的 算出來是現金流路的一個限值 但是for some reason它用MPB 我們那個C2到F2呢 它事實上是我現金流路的一個限值 然後呢我再加上B2 這個B2呢是一個負的一個當期的一個支出嘛 所以你加上那個B2 才會等於我們的真正的definition MPB OK 所以我們的MPB是什麼 現金流路的限值 扣除掉現金支出的限值 才叫性限值嘛 可是呢你看它那邊的MPB 它事實上specified的那個data range 是現金流路的限值 它如果要扣除掉現金支出的限值 另外還要再加上那個b2才是 OK 所以呢我們 就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化色添足 因為幾乎所有的 財務用的電子計算機 它不是這樣子 財務用的電子計算機 它的D0級 它第一個輸入的資料是D0級 就是負的一萬兩千 然後第一級開始才是正的 8000 4000 2000 1000 那你輸入 依序輸入這樣的一個range之後 它按一些必要的按鈕 它就會跑出來MPB等於765 那我們這邊稍微是比較迂迴一點 那其實也不符合它的一個definition 因為definition如果是MPB的話 它裡面應該就有正的跟負的現金流量 然後你自己去求它的net present value 而不是讓你說 只是現金流入就define成MPB 那後面那個b2是什麼 那當然後面那些b2 就是你的現金支出的限值 所以稍微是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我們在這邊 要跟各位解釋一下 因為各位如果有財務用的計算機 你很可能得到的一個東西 就不是這樣子 對不起 對不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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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在這 對 所以這邊要跟各位講一下 你的那個要寫MPB的時候要小心一下 那MPB我們理論上就應該沒有什麼缺點了 它符合我們剛才我們說評估我們的案子的優勝劣敗 必須要符合三個法則 第一個法則它必須要計算所有現金流量的金錢的時間價值 那這一點呢 因為我們所有的現金流量都有去除上1加上我們的資金成本 所以我們有考慮到不只考慮到就是說你投入的資本 還要考慮到資本的合理的報酬 我們剛才在那邊用那個簡單的例子 你在年底所收到1萬3千塊錢 扣除掉1萬1千塊錢 那1萬1千塊錢呢 本身是代表的本金跟利息 所以你得到的那2千塊錢在責為今天的限值 它事實上是一個純利的概念 所以我們有考慮到所有現金流量的金錢的時間價值 然後呢當然呢 我們從頭到尾所有的現金流量都在我們計算公式裡面 那會舉出這個quiteria最主要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計算回收期限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利用完整的資訊 沒有完整的資訊你就不能評估一個投資案完整的經濟價值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其實就是告訴各位 我們要去利用所有的方法去把所有的 不管是支出或是回收 一定要concern 然後化成我們計算的指標 那當然我們計算NPB的時候 是有用到對的現金流量的指標 而且考慮所有的現金流量 然後第三個來講 淨限值呢 它事實上能夠在互製的案件裡面 幫助決策者找出具有最高價值的 最高價值的投資案 所以呢 你依照淨限值所找到淨限值比較高的 那個就是經濟價值比較高的 那我們剛才已經有講過淨限值是什麼 它是一個存利的概念 就是你可以假設這個投資人完全沒有錢 我們剛才的說法是說 你完全沒有錢 你去銀行借一萬塊 然後你到第一年年底的時候 把本金跟利息都還給銀行以後 那你所能夠創造的存利是多少 1818.18 所以這個是存利的概念 也就是說 我們就扣除掉本金跟所有的資金成本 所得到的那個 所以理論上呢 你找到最高淨限值的案件 就是對公司來講 它是利益最大的案件 好 那為什麼我們等一下要看的那些指標 可能不是 各位要知道 我們等一下要看的指標 都是相對性的指標 所謂相對性的指標 比如說投資報酬率 我們說投資報酬率來講的話 那你如果今天有個案子 你投資一塊錢 然後這個案子只能做一年 一年以後回收兩塊錢 那你計算投資報酬率等於多少 投資報酬率等於百分之百 你因為你扣除掉原始的一塊錢 你會賺到一塊錢 賺的一塊錢 是原始投入的一塊錢的百分之百 但是這個案子呢 它的案子 報酬率是百分之百 但是它的經濟效益有多少 經濟效益不到一塊錢 對不對 經濟效益不到一塊錢 如果說我們剛才所講的那個 那個1818.18的那個案子 跟我剛才所講的第二個案子 投資一塊錢回收兩塊錢 如果這兩個案子是護士案件的話 你會選擇什麼 哪個案子帶來比較大的經濟效益 那個案子帶來比較大的經濟效益 對不對 我剛才所講的 投資一塊錢回收兩塊錢 它報酬率雖然是百分之百 但是它的經濟效益就只有0.9 好不好 那那個案子呢 我們剛才在這邊所講的這個案子 如果你衡量報酬率的話 就只有百分之三十 但是你的那個經濟效益呢 是1818塊 OK 那因為你公司必須要從這兩者當中去選擇 一個對公司最有利的 那我們會認為說 那個1800多塊的那個案子 應該是對公司來講 因為你做了那個案子以後 公司的價值增加1800塊 你做了我剛才所講的 投資一塊錢回收兩塊錢 那一年以後呢 不要一年以後 你決定要做的那個當點 你的企業的價值值增加0.9元 OK 所以理論上來講 你要了解 就是說 淨限值的話 才有辦法幫公司找到最大利益的一個案件 那依照我們等一下要講的報酬率 或是一本筆法 它都會相對的指標 那相對的指標 會受你原始投資額度大小所影響 如果你原始投資額度是比較小的話 儘管有些時候是非常大的報酬率 但是它所帶來的經濟效益 不見得會是大的 這很可能是我們等一下要面對的問題 所以我們第一種方法就是 淨限值法 那我們eventually會告訴你這種方法所挑選的案件 對公司來講應該最合乎 我們所要的那一種專案的一個 評估的一個要點 那我們第二種方法呢 是叫做內部報酬率法 那所謂的內部報酬率法 是找出從你案子一開始 一直到結束的時候 平均每一年的投資報酬率是多少 那這個來講的話 它事實上也等於是找出一個折現率 然後讓這個折現率 對未來的現金流露 所折現的值 剛好會等於你今天 投資的資金 對未來的現金流露 的限值是一樣大的 那這個折現率呢 本身就會構成所謂的投資報酬率 內部報酬率 那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在這邊講一下 因為有些時候 言語所帶來的效果 不見得會讓學生真的知道說 這個內部報酬率 它真正的用意在哪裡 那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等一下要講的 假按鍵呢 它這邊是投資一萬兩千塊錢 然後第一個 第一年得到八千塊 第二年得到四千塊 兩千塊 然後一千塊 然後所謂的內部報酬率呢 就是說 你要將未來的 這八千塊 然後四千塊 則為限值 然後這個限值呢 剛好就會等於 你找到一個折現率 將未來的現金流入的 折為今天的限值 然後剛好讓 另它等於一萬兩千塊 那這個 就是我們的報酬率 那很多人就會說 這樣就是我們的報酬率嗎 那我們其實很容易 各位可以想像到 我們如果要解這個方程式 最好的方法是怎麼樣 左手邊跟右手邊 各自乘上一個 一加r的四次方 對不對 乘上一加r的四次方 比如說我這一萬兩千塊錢 一加r的四次方 等於什麼 八千塊錢 乘上一加r的三次方 然後加上四千塊錢 一加r的平方 然後加上兩千塊錢 乘上一加r 然後加上一千塊錢 那為什麼呢 我們說這個r就是我們的報酬率 你想想看 你原始投資的一萬兩千塊錢 你投資的四年 那是不是等於一加r的四次方 原始投資的一萬兩千塊錢 依照這個報酬率 我們報酬的四次 四年的負利 對不對 那我們第一年拿到的這個錢 因為我們是計算這一整段錢 期間的報酬率嘛 我們第一年拿到的錢呢 也會依照同樣的報酬率 負利三年到這裡 對不對 第二年的錢呢 會負利兩年到這裡 第三年的錢呢 負利一年到這裡 再加上第四年所產生一千塊錢 所以理論上來講呢 我當初投資的一萬兩千塊錢 會得到那樣的報酬率 然後呢 我這中間所產生的 這個中間的現金流量 也會依照相同的報酬率 會負利到最後 然後整個結算出來 這個報酬率 就是我們 在整個投資案件的期間 所能得到的報酬率 OK 所以 雖然 語言上面看起來有點拗口說 你去找到一個折現率 能夠將未來的現金流入 折為跟今天你現金支出的現值相等的 那個折現率 就是我們的報酬率 那它主要的用意是在那裡 那所以呢 這看起來 好像語言上的定義 有點困難 但是 你如果真的去把它 拆解一下 你就發現說 那不是那麼難 然後 那我們 當然 等一下跟各位講說 Excel怎麼操作 那我們這兩個 假按鍵跟 以按鍵 如果依照這樣的 criteria 你可以找出來一個折現率 剛好讓左邊跟右邊相等 那假按鍵的這個折現率是14.22% 以按鍵的 左能夠符合這個條件的折現率是11.55% 好 那各位要注意 我們得到這個報酬率以後呢 我們跟什麼來比較 我們平均每年 我們假按鍵說 平均每年報酬率14.22% 以按鍵呢 平均每年11.55% 那拿這個報酬率跟誰來比較 來判斷說 我們有沒有賺錢 我們剛剛有講到 這個資金成本是多少 10% 也就是說你去借1萬2千塊錢 你如果去跟銀行借的話 借4年 然後銀行會每年算你10%的資金成本 所以呢 你只要去 把這個1萬2千塊錢 投資在某一個地方 他的資產的報酬率是超過10% 的話 那你等於就已經幫到 幫企業創造出來價值 對不對 因為你的資金 合理的資金報酬是10%嘛 那你今天所創造出來的報酬率 是14% 那比你的資金成本 合理的報酬 10% 還有高出4% 那高出來的部分呢 就是你幫股東創造的價值 OK 所以我們的決策法則就是說 如果假案件跟已案件 是獨立案件的話 那你只要判斷說 你各自的案件的內部報酬率 有沒有大於你的資金成本 內部報酬率有沒有大於你的資金成本 那我們第一個回答的話 是假案件跟已案件都有超過10%的資金成本 所以理論上呢 理論上它是沒有問題的 OK 然後再過來呢 奇怪 我剛才什麼莫名其妙就跑到那邊去了 好 那第二個呢 我們如果說要決定 我們要決定說 那如果假案件跟已案件是 互施案件的話呢 那我們理論上 你當然是算出來投資報酬率 高的當然是經濟效率比較高嘛 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我們在這邊就會選擇說 假案件的內部報酬率14.22 大於已案件的11.55 所以呢 我們的決策法則就是說 那不僅你要挑選的案件 你要IR內部報酬率必須要大於資金成本 而且呢 你要挑的那個案件的內部報酬率 是要兩者裡面比較高的 好 所以在 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我們會挑假案件 OK 那這個當然 以目前這個挑選這兩個案件來講 沒有錯 我們給定的條件來講 這個IR比較大的 剛好也是符合 我們剛才的計算 MPP比較大的 因為我們給定的條件是 資金成本為10% 所以這兩個是沒有衝突的 但是我們先給各位一點點小警告 因為我們目前能夠算出來說 我們依照 進憲執法跟依照內部報酬率法 所算出來都是假案件比較好 但並不是always是如此 因為我們的assumption是 我們資金成本為10% 那這兩個案件 剛好在這兩個計算方法之下 都是對公式來講是比較有利的 但是我們只要 等一下轉變一下我們的假設 如果說我們資金成本不是10%的話 那很可能這兩種方法所衡量出來的 哪個比較好的概念就會有不一樣 那這個有待於我們可能第三節課再跟各位報告 那IR的計算法則呢 那各位看一下IR的計算法則 事實上它就比我們剛才的MPP的計算法則來講 就比較直接了 而且跟財務用的計算機也是一樣 它這邊只要去指定 指定它第一個資料是第零級的資料 從負的一萬兩千 一直到最後一期的現金流量 然後你只要按 只要specify IRR就可以了 所以在這個計算的過程當中 注意一下 你並不需要資金成本的資料 你只要有什麼 你只要有負的現金流量 你只要有正的現金流量 它就可以幫你計算出來 至少一個內部報酬率 至少一個 因為我們會這樣講 等一下會告訴你會有例外的狀況 對不對 你就會可以計算出來至少一個內部報酬率 好 所以有負的有正的 因為 對它來講 它只要try and error 找到一個折限率 讓那個 正的現金流量的限值 剛好等於負的現金流量的限值 對不對 所以它會幫你找出來一個折限率 其實我們還是要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內部報酬率法 如果依照我們這邊的definition 你應該知道它是一個一元四次的方程式 對不對 你要去找出一個r 然後讓你的右手邊的現金流量的限值 可以等於左手邊的現金支出的限值 所以你在這邊就等於解一個r的四次方的一個多項式 那那個 你大概就會知道說 這個解方程式的過程 在你們國中高中裡面 就會告訴你 這個 如果是r有到四次方的話 你要解出它的那個根 然後有可能會有多重的根 然後甚至你到高中裡面 你會學到那個虛數 那你可能也會有虛根 那多重的根跟虛根 在我們這邊來講 它其實是沒有太大的意義 就沒有意義的 比如說多重的根代理是什麼 比如說 如果我們的現金流量是這樣 就是第零年你投資一塊錢 第一年回收兩塊錢 第二年年底呢 要付出兩塊錢 有沒有這種投資案子 有 我們當然是比較簡化一點 就是有個投資案子 政府允許你用一塊地 那這塊地呢 它很可能告訴你說 你中間可以去取得 它的一個經營的成果 但是最後呢 這塊地使用完了以後 你要把它恢復成原狀 因為你可能會造成一些污染 那你很可能必須 我們可能跟政府 為了對大眾跟政府有一個善意 所以我們很可能說 這塊地我使用完了以後 我會蓋一座公園 回饋給政府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的投資支出 不只只有其出有投資 你很可能到最後面 你會有一個付的支出 要蓋一座公園還給政府 那你只要有牽涉到說 這個現金流量的那個seql 那證號跟負號 它是不相連貫 也就是說我這邊有負號 中間有正號 在後面也有負號的話 那這樣的一個現金流量的一個seql 就會讓你產生 大於一個的一個十數解 所以呢 你很可能像我們這邊來講的話 那沒有 這邊第一個例子的話 我們的那個就會得到一個虛根 那也有可能在第二個來講的話 你可能會得到那個多於一個的解 像第二個例子的話 你得到就是那個 內部報索率是25%跟400% 那你不能說25%看起來比較順嚴一點 400%就看起來比較不順嚴 因為理論上來講 這兩個根都符合我們剛才所講的那個數值 所以呢 理論上當然會造成這個虛根跟造成 我們這邊的那個超過兩個的根 其實都有一個現象 就是說這個 投資案來講的話 它的負的現金流量 它出現在不連貫的地方 我們通常來講 如果說前面三年 你都投資負的現金流量 後面一直到最後 你都是正的現金流量 那這樣子你不會有 不會有超過兩個的根 也不會有虛根 那之所以會有超過一個的根 跟那個虛根的情形 就是這個負號正號正號負號的變化 超過一次以上 那大概就會有這樣的情形 那這些當然各位都學過高中數學 應該都理解這樣的可能性 那我們只不過說 內部報索率法在這邊的計算 可能會遭遇到這些問題 但是如果是正常的投資案 付的現金流量都在前面 正的現金流量都在後面的話 你應該就不會算出這樣的答案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那這是所謂的內部報索率法 那內部報索率法呢 那當然除了我們剛才所講的計算 可能會有大於一個的根 又可能會有虛數根 這種看起來比較那種 特殊的例子的狀態之外呢 我們必須還是要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內部報索率法 它基本上有一個假設 那這個假設呢 我們可以從我們這邊 這個簡單的數字的例題 可以跟各位看一下 我們剛才有講過 我們剛才有講過 你如果算出來的內部報索率 要成真的話 各位要注意看喔 這邊左手邊我們說 一萬兩千 要乘以一加R的四次方 那那個R就是我們算出來的內部報索率 如果說要讓我原先所投資的那一萬兩千 有R的這樣的報索率有四年 那基本上你就要符合一個假設 怎麼樣的假設 你中途所拿到的這個八千塊 四千塊 兩千塊 它必須要有個再投資的一個假設 就是說你拿到的那八千塊 因為距離你結算的日子還有三年 那這中間的三年要怎麼辦 中間的這三年 因為我們剛才算出來這個是14.22 對不對 我們就要假設說這個八千塊錢 在食物上面 你第一年就拿到這八千塊錢 這八千塊錢三號 你要另外去找一個地方 可以帶給你金錢的時間價值14.22 然後要能夠持續三年 然後這個第二年所拿到的四千塊錢 你一定要找到一個14.22的投資機會 然後讓它投資兩年 或是這兩千塊錢 你也能夠找到14.22的投資機會 讓它再負利一年 那一定要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八千要乘上一加R的三次方 四千要乘上一加R的平方 兩千要乘上一加R 才能夠讓左邊跟右邊的這個R 能夠符合那個一萬兩千塊錢 可以得到四年這樣的報酬 那我們如果舉的比較極端一點 我說當我拿到這八千塊錢的時候 我就把它放在口袋裡面 我都不去管它 我放在我的口袋裡面 那這四年當中呢 這未來的三年當中 它完全沒有負利 那這四千塊錢也是一樣 這兩千塊錢如果是一樣的話 那你那個一萬兩千塊錢 還能不能得到這個14.22的報酬率 就沒有辦法囉 對不對 如果說我們真實處理金錢的方法 不是去幫它找一個14.22的投資機會 讓它去產生這樣的現金流量 負利的機會的話 那是不是那個一萬兩千塊錢 就可以得到14.22的報酬率 我們的答案就是說 可能會有點為難 所以我們在計算內部報酬率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假設 所謂的中間的現金流量 你要能夠得到 跟內部報酬率相同的 再投資報酬率 才能夠讓我們真正的 14.2的報酬率可以存立 那怎麼樣來講 我們這邊就舉個例子 因為這邊要舉個例子 就讓各位覺得比較簡單一點 我們這邊如果說有個投資案 那一剛開始投資100塊 那每一年每一年都拿30塊30塊 然後第三年也是拿30塊的期間報酬 然後再額外還本100塊 所以你不用計算 你看到這個現金流量的情形 你就可以算出來說 喔 這個投資報酬率就是30% 對不對 因為它每年就給你30塊錢 的報酬率 那你說哇 那我當初投資的100塊錢 那每年都得到30塊錢的報酬率 所以我的IR就等於30% 沒有錯 這IR是依照你計算的方式 算出來是30% 可是你要知道 你如果說這30%怎麼算出來呢 我們這邊就是告訴你 它其實有一個implication在那裡 它的implication就是說 你這個第一年所收到30塊錢 你必須要用30% 負利兩年到這邊 等於50.7元 然後呢 那個第二年所收到的30塊錢 你要找到30%的投資機會 然後負利一年 30乘上1加30 就是乘上1.3嘛 對不對 所以那個30乘上1.3 就等於39塊 那個30乘上1.3的平方 就會變成50.7元 然後你要把130 加上39 加上50.7 等於219.7 然後呢 你在考量原始所投資的100塊錢 那100塊錢呢 經由三年乘上1加上30%的三次方 才會等於219.7 才會等於219.7 所以你要知道 那個100塊錢 如果說要真的得到30%的報酬率 理論上這邊就是 到第三年年底 你要有累積219.7的中值 才會guarantee 那原先的那100塊錢 有30% 有三年的報酬率 OK 那如果說 我們今天來講 我拿到這30塊錢 我找不到30%的投資機會 因為理論上 你去計算IR的時候 你只要找到一個折現率 讓左邊跟右邊相等 但不能guarantee說 你在中間所拿到的現金流量 一定可以找到相同的投資機會 這懂不懂 數學上 你可以算出來一個30%的報酬率 但是並不代表 你中間所拿到的這個現金流量 一定guarantee你能找到 30%的再投資機會 如果你拿到那30塊錢 你放到銀行裡面 只能賺定存利息的話 那你能不能在第三年年底 能夠累積219.7的現金流量 不會 我們剛才講的最 最極端的狀態是什麼樣 我們最極端的狀態是說 我拿到那30塊錢以後 我就把它放在口袋裡面 我完全不去存銀行 也不去找投資機會 那這30塊錢 我又放在口袋裡面 然後最後拿到130塊錢 那我總共在第三年底 我口袋裡面只有多少錢 只有19 沒有219.7 只有19而已 如果只有19的話 相對你原先的那100塊錢 我這邊所賺到的報酬率 就沒有那麼高 對不對 OK 所以這個問題就出在這裡 就是說你計算出來的投資報酬率 是不是你真的實現的投資報酬率 那所以我們實務上面 當然我們在很多的財務的文獻上面 跟現在的投資評估 就是我們的公共工程所要求計算報酬率的一個計算方法 通常是沿用IRR 那當然有些投資的方案 他會要求你 依據我們下面所做的這個方法去做一下 所謂修正扣的內部報酬率 所謂修正扣的內部報酬率告訴你說 這個投資案中間年度所回收的現金流量的再投資報酬率 你要用一個比較合理的再投資報酬率 比如說我們剛才 因為我們數學讓你算出來 我們的IRR等於30% 但並不代表說 我真的拿到那30塊錢的時候 能夠找到30%的投資機會 並不是那麼簡單 那所以我們這邊就做了一個假設 我如果拿到這個第一年跟第二年的30塊錢 我去找一個投資機會 這個投資機會呢 我就假設說 他能夠給我的回報率 是跟我的資金成本一樣 是跟我的資金成本一樣 因為說真的 你到時候能夠找到什麼樣的投資機會 你現在其實很難講 那我們在這邊用一種保守的一種立場來講說 因為我是一個盈利機構 那我的盈利機構 我的資金成本如果是10% 那我會站在一個盈利機構的一個經理人的立場 我至少如果要去投資我這個中間的現金流量 我一定會找出來大於等於10%的投資機會 我才會去做嘛 因為我是盈利事業嘛 所以我如果投資的話 我最小的門檻就是10%的報酬率 所以呢 我們這邊有一個 Modified IR Modified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那Modified IR就是說 你用保守的立場 將中間的 所收到的現金流量 依照公司的資金成本 當作再投資報酬率 也就是說我今天就不假設我中間這兩個30塊錢 能夠找到30%的投資機會 因為有些時候你會非常難 有些時候你算出來投資報酬率 事實上可以高達100%或80% 那是數學上讓它equal 但並不代表說中間的現金流量 你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可以找到相同報酬率的投資機會 會很難 所以呢我們呢 中途所拿到的現金流量 這樣我們做一個比較保守的估計 假設我們的再投資報酬率 會等於我們的資金成本 所以我這30塊錢呢 我就假設我能夠用 跟我資金成本相同的10% 負利兩年到這裡 然後這個呢 30塊錢可以依照10% 負利一年到這裡 然後我們再把這幾個現金流入 到第三年年底 所能累積的中值的核 199.3 然後呢 比較原始在D零年所投資的100塊 然後乘上1加R的三次方 等於199.3 然後你再去解那個R等於多少 再解那個R等於多少 那你如果依照那個 我們這邊只要用那個 年金的中值的那種方法 就是PB乘上1加I的三次方 等於199.3 那那個I等於多少 那個I等於25.84 所以我們剛才算出來的那個 你的IRR 30% 但是你如果用比較合理的 再投資報酬率10% 當作我中間現金流量的 再投資報酬率的話 那你所算出來的這個 投資報酬率25.84 應該是比較合理的 那所以呢這邊我們就是要提醒各位一下 並不是你算得出來的內部報酬率 是你公司真的能實踐的內部報酬率 因為不同的資金處理方式 你真的實踐的投資報酬率就不行 當然你也不需要 跟陳老師剛才所講的一樣 拿來的錢全部放在口袋裡面 但是我們真的有很多人 這中途所拿來的錢 他沒有做另外的理財 而只是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定存 那放在定存的話 就跟放在口袋沒有太大的差別 所以你真的實踐的投資報酬率 並沒有那麼高 你不要跟別人講說 我投資報酬率30% 那你一直以為你賺那麼多的錢 那事實上你有沒有賺那麼多的錢 並沒有 所以你要知道 算出來的投資報酬率 跟真正實踐的投資報酬率 可以有一些差別 跟有一些差別 那內部報酬率 我們說內部報酬率有一些優點 那優點的話就是說 他有考慮到所有現金流量的金錢價值 注意一下 我們剛才那個都有折現的過程 那當然只是我們折現是用內部報酬率當折現值 折現率 他不見得是合理 但是他有考量到所有的金錢的時間價值 那事實上應該是這樣講 所以說我們所計算的內部報酬率 我們會拿來跟資金成本來比 OK 如果我們的內部報酬率大於我們的資金成本 那是代表說 我們的資金成本 考量了 考量了 合理的資金的成本 我們的內部報酬率如果高過他的話 那就會創造出來 多餘的價值 OK 所以你如果拿我們的內部報酬率跟我們的資金成本相比 因為 其實數學上你應該知道 我們的淨限值其實是什麼算的 淨限值是 一萬兩千塊錢 找我們的資金成本當折現率 然後這一萬兩千塊錢 減掉這一些折現的值以後 應該是這樣 這邊的折現值 如果減掉一萬兩千塊錢 如果是大於0的話 那他應該就是什麼 淨限值會大於0 OK 那所以理論上 如果你算出來 R大於我們的資金成本I的話 那事實上這個 右手邊就會大於左手邊 就是說你在算淨限值的時候 因為你想想看 這個R如果大於I的話 因為這個R呢 當他等於14.22的時候 右手邊會等於左手邊 如果說我們在計算淨限值的時候 I的話帶進去是等於多少 10% 那如果R等於14.22的時候 這兩邊相等 如果我代折現率是代I 代10%的話呢 那右手邊是不是會比較大 因為你除 你折現的折現率是用10% 而F是用14.22 14.22讓左右兩邊相等 那如果放10的話 右邊是不是就比左邊要大 對嘛 所以我們這邊的一個 合理的一個方法就是說 事實上 當你用內部報酬率 然後要求你內部報酬率 大於你這個資金成本 10%的過程 已經將所有的現金流量 考量它應該有的金錢的時間價值 對不對 因為你是拿IR跟I來比 跟10%的資金成本來比 所以理論上呢 那個所有的資金 都已經考量了合理的報酬 對不對 考量了合理的報酬 而且我們也用 所有的現金流量去計算 這中間沒有遺漏掉任何的information 所以它所算出來應該是完整的 完整的一個價值 然後內部報酬率提供報酬率的資訊 我們剛才有跟各位講過 所有的決策者都喜歡報酬率的指標 OK For some reason 他們喜歡報酬率的指標 那那種理由不見得是對的 但是那個報酬率的指標 它會讓所有的決策者 他很容易去跟很多 他日常生活所看到的一些指標去比較 比如說他會想到說 利息是多少幾% 對不對 然後我的資本的報酬率是多少% 然後一比較之下我就說 那我當然做這個生意喝得來 所以他們那些做企業的決策者 他們喜歡一個percentage的一個指標 不管是成本 不管是回報 他都希望有一個percentage的指標 所以這三個優點 事實上跟我們剛才檢討的 那個投資案的一個評估的指標 那三個指標其實是相互符合的 那內部報酬率並沒有 我們覺得他唯一的缺點就是說 這個 要符合我們追求 企業價值最大化 其實你要算的是一個 一個絕對性的一個 績效的指標 就如同我們剛才所舉的例子 進限值 對不對 那你有些時候相對性的指標 比如說像是投資報酬率 有些時候投資報酬率高的 並不是價值高的一個例子 我們剛才舉的例子 就是說那個 一萬三千 一萬三千的那個 那個投資案的例子 那個案子的規模當然比較大 你要投資一萬塊錢 回收一萬三千塊錢 投資報酬率 雖然只有30% 但是他的那個真正的價值是 1818018 那我剛才有講的 比較極端的一個例子 投資一塊錢 回收兩塊錢 投資報酬率 雖然是100% 但是他真的價值只有0.9元 那哪個比較符合 企業追值價值的 最大化的一個法則 當然我們剛才講的 那個比較大的案子 所以內部報酬率法 他並不是毆委在 互製的案件裡面 報酬率高的 就是價值高的 因為那跟規模有 很大的一個關聯在那裡 那我們等一下 反正也會舉那樣的 例子給各位看 所以我們這邊就先跳過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指標 叫獲利指數法 Profitability Index 那這個東西 其實在我們的工程界 跟實務界 常會用一個指標 叫億本比 就是你的收益跟成本的比 或是很多人說什麼CP值 CP值Cast Performance 你的成本所產生的效益 是多少 其實都有相同的概念 所以你的投入跟產出 產出跟投入的比 那我們這邊只是衡量 我們的產出是以 整個投資案件的 現金流入的限值 去除以現金支出的限值 那這個跟我們剛才所講的 淨限值的指標 其實還蠻有關係的 我們淨限值的指標是 所有現金流入的限值 去減去所有現金支出的限值 所以相減 淨限值法是兩個算出來的東西相減 然後呢 我們的Profitability Index 是我們算出來現金流入的限值 除以現金支出的限值 是兩個相除 那相除的話 是看它倍數有多少 那其實說真的 它只是 把它弄成是一個相對性的指標 就像我們在講 淨營運資金 跟講流動比率一樣 淨營運資金呢 就是流動資產減流動負債 那我們的流動比率呢 是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 那我們那時候是講什麼 我們那時候是講說 流動比率比較好 淨營運資金比較不好 對不對 那在這邊呢 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會說 好 你把它相除以後 當然你可以得到一個 類似像是 投入跟產出的比 那產出跟投入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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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事實上有把這個規模的 因素可以把它處理掉 不然大公司小公司 你可以放在一個 比較平衡的一個基礎 私下來看 那所以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怎麼算 它其實就很簡單 我們說 我們剛才淨營值的話 是兩個相除嘛 兩個相減 就是現金流入的現值 減掉現金支柱的現值 那我們現在只是把它相除 那因為相減的過程當中 你就減掉一個 一萬兩千嘛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相除的過程的話 你就分值跟分母 分母的話是一萬兩千對不對 你的成本的現值 那分子的話 就是把你剛才所算出來 淨現值再加一萬兩千 因為它在算淨現值的時候 是把一萬兩千減掉 所以在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這邊就變成一二七六五 我們的淨現值是七六五嘛 是減掉一萬兩千以後 是淨現值嘛 所以我們就 它的現金流入的現值 就是一二七六五 那所以一萬兩千 所以假的 Profitability Index 是1.064 以的話是1.045 那在這邊當然 非常明顯的你可以判斷 這個Pi大於1的話 就是有賺錢 Pi小於1的話 就是沒賺錢 就是有正的經濟效益 就是沒有正的經濟效益 那所以它決策法則也很簡單 如果假按鍵跟乙按鍵是獨立按鍵的話 那只要任何按鍵Pi大於1 我們都可以接受 OK 如果假一兩按鍵呢 它是互置按鍵的話 那我們要選擇的按鍵 就要確保 第一個 Pi要大於1 第二個 兩個你挑選的按鍵當中 Pi比較大的 除了它大於1以外 你還要確定它是比較大的 那這假一兩按鍵呢 當然Pi都大於1 那你要挑選一個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 挑選出來是假按鍵 因為它Pi是比乙按鍵要高 所以假按鍵的Pi是比較好一點 好 那我們現在 稍微來看一下 同樣的 它第一個 它要考慮到金錢的時間價值 因為我們有把未來的現金流入 用10%折現到今天的價值 來跟我們的成本來比 所以折現沒有問題 第二個呢 我們有用完整的資訊 我們沒有漏掉任何的資訊 所以我們也都有考量 所有的現金流量 第三個 我們說 它提供一個一本筆的資訊 那很多的決策者 他喜歡看到這種相對性的指標 就跟我們剛才所講的報酬率的指標 那所以它就是說 我們很多人就是說 常常會講說 我那個 今年賺了一倍的股本 然後賺了一倍的本錢 或怎麼樣 這其實有一點像是一本筆的概念 那所以呢 這個 很多學生都喜歡用一本筆的一個資訊 那我們這邊 其實跟我們剛才要講的一樣 就是說 一本筆它也是一個相對性 relative的一個measurement 那我們如果真的要找出價值最大的 那我們今天就要問說 我們剛才在講 你要在互製案件當中 你挑出來pi比較大的那一個 那pi比較大的那一個 是不是真的也是價值最大的那一個 那我們會講說 等一下我們會舉一個極端的例子 就是說證明說pi比較高的那一個案子 不見得是價值比較高的案子 所以我們eventually我們就是告訴你 這個 你如果要挑選案子的話 就依照淨限值的一個標準去挑選 尤其是互製案件的時候 那我們在這邊要做一個比較 對 因為我們剛才有在講說 淨限值法跟內部報酬律法 那你如果要follow它的一個決策法則 因為我們剛才講說 如果在互製案件的時候 你要挑選淨限值比較大的案件 因為它符合公司追求價值最大化的一個目標 那如果說在互製案件裡面 你如果挑選一個內部報酬率比較大的 是不是一定就符合我們的 價值比較高的一個 criteria 那我們在這邊來講的話 其實先告訴各位結果 因為各位剛才從我舉的那個極端例子也知道 就是報酬率高的不見得是價值高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依附著我們價值比較高的 那個決策法則 那也就是說會有一些時候 內部報酬率高的 它不見得是價值高的 那我們在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說什麼樣的時機 會比較容易產生這種衝突 你如果依照內部報酬律法來做決策的話 會比較容易衝突 第一個就是互製案件的規模 相差比較大的時候 我們剛才有講說 如果你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剛才是13000這邊是用13000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規模如果相差很大 這個規模相差1000倍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依照內部報酬率法 這個報酬率是百分之百 但是它的價值就只有0.82 那你如果說依照這個 依照這個 那個 進限值法來講的話 那這邊就是181.82 那我們剛才已經跟各位講過 所謂的進限值 是假設你口袋裡面完全沒有錢 不管做A案件或做B案件 口袋裡面沒有錢 你如果做A案件的話 是到銀行借一塊錢 然後其初還1.1 那剩下0.9 0.9把它折現完了以後 變成0.82 對不對 那在這邊也是一樣 我完全沒有錢 銀行借一千塊 那之後 那個 一千三 那我還掉給銀行一千一 然後呢 我剩下兩百 兩百把折為限值181.82 那這兩個來講的話 理論上 你要挑一個 價值對我來講最大的 因為原先的 initial endowment都一樣 口袋裡面沒有錢 你做了A案件 只賺0.8 做了B案件呢 你可以賺181塊 那你覺得你會選擇哪一個 選擇當然是B案件 所以我們說這個 A案件雖然呈現出來 比較好的報酬率 但對你來講 價值是比較的 那我們剛才所講的第二個 我們當然這個是 互製案件彼子的規模相差很大 你會有這樣 起衝突的機會 第二個的話 就是我們收受現金流量的timing 如果不太一樣的話 那這個timing不太一樣 就有點像我們剛才的 假案件跟以案件 假案件呢 一剛開始我們回收八千 四千 兩千一千 然後以案件呢 我們回收是一千三千 然後 多少 三千 四千 九千 something like that OK 那你會發現假案件呢 大部分的現金流量在前面的年度 一案件呢 大部分回收的現金流量在後面的年度 那這就會出一個問題 出什麼問題 折現的問題 如果折現率很小的話 那可能對某一個方法就比較有利 折現率很小的話 那可能會對 那個現金流量在後面的那種方法 比較有利 對不對 因為現金流量在後面 那折現率比較小一點 它所除的E加I的比較高四方的話 就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但是如果資金成本比較高的時候 那很可能對假案件比較有利 OK 所以我們就會有這樣的一個衝突 那我們會用一種技術 這個技術叫做MPP Profile 就是你去觀察兩個案件各自的一個MPP Profile 這MPP Profile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會假設 我們這個有縱軸跟橫軸 縱軸的話 就是這個縱軸的高低是MPP的大小 For some reason 我忘了在那邊寫一下那個 那橫軸呢 橫軸是什麼 橫軸的話是折現率 橫軸的話是折現率 那也就是說 對於假案件跟以案件而言 當它折現率為0的時候 它的MPP為多少 然後第二個 當它適當的增加折現率的時候 因為折現率越高 你的MPP會越小 對不對 因為你的現金流入都是未來才收的 那你的現金支出是今天就支出了 所以當你的折現率變高的話 代表你折現完以後的Present Value 就會比較小一點 OK 所以你大概就可以畫出一個 Profile出來 比如說假案件 我們假案件的話是一萬兩千支出 然後呢 回收是八千四千兩千一千 對不對 那八千四千兩千一千 如果在折現率為0的時候 就資金成本完全是沒有 所以資金成本完全沒有的話 是每一年的一塊錢都是相同的 不管是第一年或是最後一年一塊錢 都跟今年一塊錢一樣 因為它沒有產生資金成本 所以八千四千兩千一千加起來 你會發現呢 在資金成本為0的時候 它MPP為三千塊錢 這是假案件 OK 然後呢 它隨著資金成本慢慢增加 它的MPP就慢慢降低 那我們就想說 它降低到什麼時候為止 MPP為等於0 其實很簡單 我們剛剛有算出來它的IR IR是什麼 IR就是一個折現率 這個折現率呢 就是讓它MPP等於0 因為這個折現率會讓 那個現金流入的限值等於現金支柱的限值 所以那個IR那個specific折現率 就會當它的MPP等於0 對不對 所以呢 你會發現呢 我們MPP的profile就是這樣子 當它折現率為0的時候 然後它MPP等於3000 當它折現率為14.2的時候 它MPP等於0 那相反的 一按鍵的話就是這樣子 它是12000 然後1000 3000 4000 9000 對不對 那所以當折現率為0的時候 它是5000塊錢的進限值 但是呢 它的IR比較低 11.55 就是說 當它的折現率到11.55的時候 它的MPP就等於0 所以這兩條線就有相交點 有相交點 代表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如果我們選擇的折現率 我們選擇的折現率 是在這個交叉點的前面來講的話 那哪個案件的MPP比較高 疑案件的MPP比較高 對不對 我們剛才說 資金成本 如果是折現率比較小的話 對疑案件比較有利 因為它後頭的那些大的現金流量 折現的過程當中 它的價值就沒有損失太多 對不對 所以疑案件 如果說我今天的資金成本是3% 那如果依照這個approach算出來MPP 誰比較大 疑案件會比較大 對不對 那如果說 我們剛才那個例子是我們的資金成本為10% 那10%呢 它事實上就在這裡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甲案件的MPP是大於疑案件的 甲案件是大於疑案件的 所以呢 我們說我們剛才舉的那個例子 它是有點剛好湊巧 就是說 我們依照MPP的法則 我們甲案件MPP是765 疑案件是540 對不對 因為我們I設定為10% 那我們呢 所算出來的IR也是剛剛好 甲案件的IR14.22 疑案件的IR11.55 所以呢 依照兩種 criteria 都是 甲案件比較好 那我們剛才有講了 那是我們的assumption 我們的資金成本為10% 剛好依照MPP的法則跟IR的法則 這個甲案件都應該被接受 但是呢 如果說我們今天的資金成本不是10% 我們的資金成本是5%好了 如果我們的資金成本是5%的話 那甲案件的MPP比較高 疑案件的MPP比較高 疑案件的比較高 疑案件的比較高 可是你依照我們的現金流量算出來IR 是誰比較高 還是甲案件比較高 因為你在計算IR的過程當中 不需要用資金成本的資訊 你只要有負的現金流量跟正的現金流量 你就可以算出來你的IR 所以這些IR呢 不會因為IR的計算不會因為你資金成本而有所不同 但是MPP的計算會因為你資金成本的假設而有所不同 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資金成本是5% 那MPP哪個比較高 疑比較高 那你如果用IR去select你的project的話 那會是正確還是錯誤 會錯誤 因為用IR的quateria你會選假 但用MPP的話 只要資金成本是小於8.71的話 那理論上你就會選擇E 所以你依照R的法則選的假就會是錯的 因為我們還是要依附著我們的MPP的高低 來選擇我們的按鍵 所以差別在這裡 那有些人很可能會問說 老師你的8.71什麼出來的 那其實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他就是說 你如果想要算出來假按鍵跟以按鍵 兩個按鍵在哪一個資金成本之下 它的MPP是相等的 因為我們剛才是兩條線交叉嘛 交叉是代表什麼 代表在那個資金成本 在那個折線率之下 假按鍵的MPP等於以按鍵的MPP 所以它equivalent to一個notion 這個notion就是說 在那個折線率之下 兩個現金流量之差的IR 你找出那個IR 所以IR的話就是說 兩個方案現金流量之差 它在那個折線率之下 它的進線值等於0 那進線值等於0 那進線值等於0 就是等於A按鍵的 跟B按鍵的進線值相等 因為你是求了兩個現金流量之差嘛 所以我們就求出兩個現金流量之差 然後拿這一串的現金流量 你去算出IR 在IR來講的話 就是你在Excel裡面 去specify 然後去算出來那個折線率 OK 所以這有一點是利用 我們對於這兩個 我們IR跟MPP的一個小技巧 你先去求現金流量之差 那現金流量之差的內部報酬率 就等於是說 現金流量之差 在這個折線率之下 MPP是等於0 那也就是說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在這個折線率之下 兩個按鍵的MPP是相等 因為是求現金流量之差的IR 所以就等於是說 兩個現金流量之差 在這個折線率之下 它的線值是等於0 所以這個就是MPP跟IR的差別 那當然 我們在這邊可以跟各位講 那你說 那 如果都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為什麼要學IR IR到底有什麼好處 OK 那我們事實上 在這邊就要幫IR找一些 論述的一些依據 我們說IR事實上可以提供給你一個安全程度的指標 什麼叫做安全程度的指標呢 就是說 如果兩個投資方案 進限值如果差不多的話 那我們會建議你去選擇IR比較大的那種按鍵 OK 為什麼 因為它可能比較安全一點 那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說我們有兩個按鍵 上面的那個AB兩個按鍵 這兩個按鍵依照目前的I 目前的現金流量的情況我們可以算出來 它的MPP兩個按鍵是相同的 但是它IR是不太不一樣 OK IR是不一樣 所以理論上來講 我們會說 如果你的MPP差不多 IR 你選擇比較高的 因為 B按鍵的IR是比較高的 OK 那為什麼你要這樣選呢 它其實是有好處的 我們假設說 我們一剛開始的時候 預估 按鍵是 原始的投資是30萬跟2萬 然後第一年的那個回收是 4萬1千塊跟3萬3千塊 那所以呢 依照我們的MPP算出來 你的MPP都是1萬塊 但是IR算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就是說 A按鍵的IR只有13.67 B按鍵的IR是65% 那那個IR你要看一下 13.67比我們10%的資金成本 只高出一點點 對不對 那這個65%呢 比我們10%的IR 那個資金成本 高出很多 儘管你兩者 按鍵穿的MPP都一樣的話 那B按鍵的話 應該就是比較安全的 那為什麼比較安全呢 我們就想 假設來講好了 如果我們當年在做 投資預測的時候 我們覺得經濟情況是好的 所以呢 我們呢 第一年的那個現金流量 才會 34萬1千塊跟3萬3千塊 如果我們今天就想說 我們當初太樂觀了 我們的年底的現金流量 都高估了10% 那我們如果說 把我們高估了10% 往下調整10% 調整10%呢 34100就變成31000 然後呢 3萬3的話就變成3萬 那如此算出來 你會發現呢 如果你把那個 調低 年底的現金流量 調低10%的話 那你會發現MPP這個案子 就變成負的18182 但是呢 對於一案件 B案件來講的話 你調低了10%的現金流量 預估以後 他的MPP 還是可以是正的 7273 原先是1萬塊 到頭來還是7273 那所謂的安全來講 就是說 你對於未來的現金流量 當然都會有可能 預估太樂觀 或預估錯誤 那你如果說 你有個投資案 你計算出來 如同我們剛才的 MPP是正的沒有錯 那IR等於65 65的話 比我們資金成本 10%是高出很多倍 所以這種案子 就有一種特質 就是說 就算你的現金流量 有一點誤辜 但是它不太可能 會豬揚變色 因為我們說 第一個案子的話 就有一點豬揚變色 就是說 我們調低了現金流量 10% 你會發現那個MPP 本來從正的1萬 就變成負了1萬8 就等於呢 調低現金流量10% 可是那個 淨見值的話 就等於 本來能賺1萬塊 到虧了1萬8 那就差別很大 但是在這邊來講呢 第二個案件的話 是1萬塊 然後呢 調低10%的話 它的那個淨見值值 調低一點點 所以 你從這兩個 例子你可以看出來說 這個我們如果 考量這個安全的指標來講的話 那如果淨見值 差不了多少 你可能會傾向 選擇 IR比較高的那個案件 那這是 我們在這邊的建議 OK 那當然淨見值 也可以跟 PI來做比較 那我們剛才有講過 它其實也是一樣 PI的話 是相對型的一個指標 然後MPP的話 是絕對型的指標 那也是我們剛才所講的 那如果說 我們的那個規模相差很大的話 比如說像我們剛才 這個PI的話 是1.82 那這個PI只有1.3 對不對 那可是你MPP來講的話 那PI比較小的 那個就比較高 然後 然後那個 其實這邊好像不是1.3 好像要稍微 比較低一點 OK 現在看了這個數字 好像有點 算錯了 對 應該不只 不是1.3 一點多 1.2級 那Anyway 你可以看出來 就是小按鍵 PI是比較高的 大按鍵的PI是比較低的 OK 但是呢 大按鍵的那個MPP比較大 然後小按鍵的MPP比較小 OK 所以我們當然要選擇MPP比較大的 所以PI的話 在衝突很大的時候 在那個規模相差很大的時候 可能會導致你做錯決策 當然第二個決策 剛剛我們在3IR那邊也是一樣 資金成本那個計算的過程 大概也會跟有所不一樣 資金成本大一點 跟資金成本小一點 可能引起你算的那個 進線值的那個 也會有點基礎不太一樣 現金流量的回收的時機 我們剛才算出來 當然是假按鍵比較高 但是如果說 資金成本小一點的話 那你會發現就是說 你用PI 其實應該還好 PI應該不會 不會像剛才那個 現金流量的差別 只是說算出來 可能會影響比較大一點 OK 那我們也說 PI 事實上也可以提供一個 安全性的指標 因為我們如果說 像剛才這兩個案子來講 一個PI的話是1.5 一個PI是1.03 那當然1.5的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OK 那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 就簡單的報導到這裡為止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我們 在整個資本 預算的評估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兩部分的工作 第一個部分的工作 就讓各位了解 如果當我們現金流量估計出來 你要用哪個決策法則 去挑選 對公司最有利的方法 那我們到目前為止來畫 我們會告訴各位 淨限值這個方法 應該是最合乎 我們財務管理理論 所要幫股東 或是幫企業找出 價值最高的投資方案 這是第一個 但是我們必須要跟各位講 那個沒有人規定 你在投資分析報告裡面 只要寫一個MPV 我們通常決策者都會希望 那你如果現金流量 你如果有資金成本的資訊在那裡 你MPV可以算得出來 PI可以算得出來 IR也可以算得出來 那你也可以算出 Modify IR 對不對 你也可以算出什麼 回收期限 對不對 折現後的回收期限 也可以算得出來 你甚至如果想算一個 會計報酬率 儘管我們說 他的觀念不是很可服財務的假設 但是你也可以算得出來 那這些東西算出來之後 你可以讓你的決策者 有一個全滿的概念 比如說 我如果是決策者 我就會想看到MPV以外 內部報酬率是多少 我也想看一下 回收期限是多少 因為這可以給我 比較完整的一個picture 看說 哪個案件是我比較想要的 好不好 那我們下個禮拜 我們就會跟各位講一下 一個投資案件 那他應該如何去決定 哪一些現金流量 應該是如何來計算 簽 stranger 過atable 回到右邊 那一些在那裡 你時姑娘 都罵了 一個國家 龍動蜆 那裡面 說